欢迎回来下面我们继续学习 所有的确认和计量 从今天开始我们进入到了无法模型的学习 今天我们所讲述的是无法模型里面的第一步骤 识别与客户的定例的合同 那识别与客户定例的合同 那重点是识别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识别客户 而且还需要识别 与交易的对着方所签订的这份协议 它是不是符合了合同的定义 这里边我们先说一下关于客户的定义 那么所谓客户是指与企业建立合同 你向该企业购买其日常活动产出的商品或服务 并支付对价的一方 也就是说关于支付对价的这一方 它是不是符合客户的定义 那么从考试的角度来说 你就要先给它识别出来 但是识别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识别的关键点在哪 那么根据客户的定义 那么它的关键点是 支付对价的这一方 与企业签订合同的目的 是为了购买企业日常活动的产出 这个是我们讲的关于是识别和判断的一个关键点 一定是要购买企业日常活动产出 当然这个日常活动产出可能是企业的商品 也可能是企业所提供的服务 这个主要是取决于企业所处的行业 比如说企业它就是当业 那么它日常活动产出那就商品产品 那如果说企业呢 它是从事咨询业的 那么它的日常活动产出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咨询服务 这这么讲的关于客户的定义 它实际上是一个考点 就是要识别交易的对手方 它是不是呢 我们今天所讲的客户 那如果说交易的对手方 我们识别出来 它不符合客户的定义 那么企业与交易的对手方 所签订的这份合同 就不能适用地时造准则 收入准则的规定来进行快据处理 这里边我们还有必要执行一下 那么从收入准则里边所讲的客户 它实际上还包括了客户的客户 这一点呢 我们后面再讲述的 就是关于第二步骤 就是识别合同中的单项留意义 我们再做一个具体的解释 那么下面我们举一个案例 来说一下关于客户的识别问题 假公司与合同的对手方 是签订了一份合同 那么这份合同的主要内容是 双方的共同参与的一项活动 比如说合作开发一项资产 一起分担风险 共享收益 那么根据对资料的表示 我们可以看到 合同的对手方 与假公司签订合同的目的 那么它不是呢 来获取假公司日常活动的产出 所以呢 这个合同的对手方 自然就不符合客户的定义 那既然不符合客户的定义 那么双方所签订了这份合同 那么它就不属于呢 第14号诊责所规范的范围 也就是说 你不能按照第14号诊责的规定呢 来进行相当快率处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客户的识别呢 实际上是非常重要 好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基础性概念 合同 那么所谓合同指的是 双方和多方之间 定立有法律约束力的权利义务的协议 关于一份协议 那么它是不是一份合同 或者它符不符合合同的定义 实际上也需要呢 进行识别 也就是说 协议所约定的这个权利义务 它是不是具有法律约束力 也是要求呢 要进行识别和判断的 那如果这份协议 它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那又视为合同不存在吗 那比如说合同任何一方 都可以单方面中整合同 而且不需要向 合同另外一方的支付任何补偿 那么就说 这份协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不是我们所讲的合同 那又视为合同不存在 那你就不能签议收入 关于合同的形式呢 有很多 有书面的 有口头的 还有呢 其他形式 那么其他形式呢 比如说商业惯例啊 企业利息的习惯做法 当然这些商业惯例习惯做法 如果是满足合同要件的情况下 实际上也是可以作为合同的 还进行快据处理的 所以呢 这个合同呢 并不是仅仅局限于呢 书面的形式 当然我们在学习呢 CPA另外一个科目 就是关于经济法的时候呢 我们是学习过了 关于合同 那么它的一个形式 好 我们再说一下第三个方面 关于应用 这个收入准则的合同 需要呢 满足条件 关于应用收入准则的合同 需要满足条件 我们把它称之为呢 收入确认前提条件 那什么叫收入确认前提条件呢 意思就是说 即使企业它屡前的合同 中的屡于义务 客户呢 也取得商品控制权了 但是它没有满足 收入确议条件 即使客户取得商品控制权 企业也不能确认收入 所以把它称之为呢 收入确认的条件 那么收入确认前提条件呢 你把它称之为呢 可动要件 一共呢 是包括了这五个条件 意思就是说 企业与客户之间的合同 如果同时满足这五个条件了 那么企业呢 履行合同中的履义务 客户取得商品控制权时 那么企业呢 就可以了 确认收入 但是这句话 你要反过来讲 如果说 没有满足这五个条件 即使客户取得商品控制权了 企业也不能确认收入 那下面呢 我们先说一下呢 第一个条件 合同各方已批准 关键词呢 要卡住 以批准呢 该合同 而且承诺呢 将履行各自义务 就是我们讲的条件一 条件二 那么合同明确了 合同各方的 一所转让商品相关的 权利和义务 就是合同明确了 双方的权利义务 当然是一所转让商品的 相关的 那么条件三 是合同有明确的 一所转让商品相关的 支付条款 那么针对刚才呢 我们所讲说的 这五个要件里边的 前三个要件 那么都是呢 与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 具有法律约束力呢 实际上是直接相关的 虽然针对五要件里边的 前三个要件 那主要是涉及到的 关于合同 它说是具有一个什么 法律约束力 那如果说该配合同 它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那你也可以说 它不满足合同要件 虽然对于前三个要件呢 主要是涉及到的 关于法律约束力的 识别判断问题 好我们再说一下呢 第四个条件 第四个条件呢 非常重要 合同要具有商业实质 那合同是否具有商业实质 也是要识别呢 和判断的 当然这个识别和判断呢 可能需要引入了 另外一项诊责 就是我们讲的 结块诊责 第七号诊责 非货品责乱交换诊责 就是关于是否具有商业实质 需要根据呢 非货品责乱交换准则 商业实质的判断 来进行呢 相应的识别 那么对于最后一个条件 就是第五条件 那么企业呢 因为向客户转发商品 有权收取的对价 这个有权收取的对价 我们需要的识别它的可回收器 就是说要很可能收回 那是否很可能说回 也存在着识别的问题 这样呢 我们可以看到 关于呢 收券前条件 一共是五条件 存在三个识别 要识别 合同是否具有法的约束力 要识别 合同是否具有商业实质 要识别 这个有权收取的对价 它的可回收器 所以呢 是五条件 三个识别 当然如果说同时识别的结果是 如果同时满足了这五条件 那么企业呢 就可以在履行了 合同中的履业义务 客户取得商品控制权时 来劝收入 反之 如果没有同时满足五条件 即使客户取得商品控制权 企业也不能劝收入的 所以呢 是五个条件 三个识别 那么下面呢 我们先说 关于呢 第一个识别 我们要识别出来 就是说合同约定的这个权利和义务 那么它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 那么在进行识别的时候呢 可以根据企业所处的法律环境 企业所处的实物操作 来判断了合同约定的法律 约定的权利义务 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 那如果说合同各方 它均有权单方面中的合同 而且无需的 对合同的其他方做出任何补偿 那也就说 这份合同它实际上是不具有的约束力的 实际上是不具有的法律约束力 那如果是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情况下 实际上就是视为的 该合同它不存在 那该合同不存在 企业自然是不能欠收入 好下面呢 我们举个案例来追一下关于第一个识别 就是识别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 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 那么假公司呢 是作为一家专业设备的周到商 而公司呢 是假公司的客户 然后双方呢 是签定了一份合同 那么合同标的呢 就是专业设备 那么售价呢 是60 成本呢 是80 我们假定呢 是这份合同呢 是满足合同要件的 那既然满足合同要件 那假公司就可以在履行了 合同中的旅游客户 去的商品控制前时呢 还欠收入 当然有的学员可能会说 那为什么专业设备 它的成本是80 售价才60 因为假公司 在于公司签订正费合同时 然后他预计呢 你已公司买了这个专业设备 那么在后续期间 那可能会购买的 与这个设备的相关的耗材 当然对于客户 后续将购买该设备的相关耗材 仅仅是假公司 在签订该费合同时的一个预计 那么这份 就是购买耗材 他并没有呢 在合同里边呢 做出一个约定 仅仅是假公司呢 在销售专业设备时 所做的一个估计 那也就是说 以公司后续期间 他可以购买 向假公司购买 与这个专业设备的相关的耗材 他也可以补向假公司购买的 该专业设备的相关耗材 可以向其他的购买来购买的相关的耗材 也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关于客户将购买 这个专业设备的相关耗材 对于以公司来说 有法律约束力吗 他没有法律约束力 那既然没有法律约束力 关于假公司的这一项预计 实际上就不能构成的一项活动 这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第一个案例 要识别出来 就是一份合同或者是协议 那么它是否具有的一个法律的约束力 当然销售设备 这个是肯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然后是要根据的收入本质 规定的话全收入 但是针对的销售专业设备 假公司的这一项预计 是不能作为一项合同 因为它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好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识别 叫识别的这个合同 它是否具有的商业实质 这里面我们先转问一下 说什么叫商业实质 那么所谓合同具有商业实质 是指履行该合同将改变企业 未来金融流量 风险 时间分布 还有的金额 这是我们讲的关于 什么叫合同具有商业实质 那么它的一个含义 理解一下 那么关于商业实质 我们需要按照的鞋块诊则 第七二诊则 非公司资产交换诊则的规定 我们进行判断 那么根据第七二诊则的规定 只要符合这两个条件里边的 任何一个条件 那么就说 该项交易是具有商业实质的 那么第一个条件是 换入资产的未来性 应该要在风险 时间分布 金额方面 与换出资产 是显著不同 第二条件 那么使用换入资产 所产生的 预计未来现金的限制 与继续使用换出资产不同 而且其差额 与换入资产 和换出资产的 供应价值相比 是重大的 那么只要符合这两条件 里面的任何一个条件 感想交易的 就是具有的商业实质 实际上我们在实物操作上 我们在识别换入资产 换出资产 是否具有商业实质 实际上我们可以 从资产类别 到角度来进行考虑 那你同时说 什么叫资产类别 也就是说换入的资产 和换出的资产 那么它是否具有的 同质性 那如果换入的资产 和换出的资产 它是不具有同质性的话 那实际上我们根据条件 依旧可以非常容易的 就识别出了 因为它不具有同质性 比如说我们是要存货 来换取的一项服务 那实际上换入资产 换出资产 实际上它的未来新一流量 那么在风险 时间分布和金额怎么样 事件都不同的 用存货 比如说换取什么 办公大楼啊等等 所以呢 如果换入资产 换出资产 它不具有同质性 我们根据条件一 就比较的容易识别出来 反之 如果换入资产 和换出资产 是具有同质性的情况下 那可能说 我们根据条件一 就直接的来进识别 那我们可能需要使用的条件二 如果你使用条件二的情况下 实际上我们需要计算什么 计算限制 需要计算限制 计算限制完之后呢 还要计算这个差子 差子算完之后呢 还要与勾引价值的 进行比较 比较完之后呢 要看一下这个相比较的结果 是不是一个重大 如果是重大的情况下 我们就说具有商业实质 如果不重大的情况 就不具有商业实质 所以呢 如果说换入资产 换入资产具有同质性 那你需要采用第二个条件的 来进行识别和判断了 这就是我们在进行识别判断 是否具有商业实质的时候 要从资产类别的角度来进行考虑 好 下面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案例 就是识别的这个合同 是否具有商业实质 那么甲公司呢 是作为一家房企 房地产开发企业 然后以公司呢 是以企业呢 是作为一家的指导业 然后双方呢 是签订了这门议会资产置换合同 然后甲公司呢 是以其开发楼盘 当然开发楼盘是作为甲公司的项存货嘛 然后呢 是以企业的移动厂房呢 来进行资产置换 那么这里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 关于呢 开发的楼盘商品房 然后呢 以厂房 它实际上是不具有的 同质性的 那不具有同质性 实际上就比较容易识别出来 那就是说换入资产的 未来信用流量 然后在时间风险 金额方面 然后与换出资产怎么样 是显出不同的 实际上就比较容易识别穿 就是不具有同质性 那么就说 它是具有的一个商业实质 好我们再看第二个案例 第二个案例 说甲公司的是一家实用公司 那以公司它也是一家实用公司 然后双方呢 签订了一份合同 那合同的主要内容呢 是交换93号汽油 说为什么要交换汽油呢 可能说以公司很多客户呢 是在甲公司所在地 那甲公司很多客户呢 是在以公司所在地 所以是为了减少了运输成本 并满足各自不同地点客户的及时需求 然后双方呢 是签订了一份的交换93号汽油 那你就需要考虑一下 换入资产93号汽油 换出资产 它也是93号汽油 所以这个资产怎么样 是具有同质性的 如果资产具有同质性 它肯定是不满足的 刚才我们讲的条件一的 因为它具有同质性 那就需要考虑的第二个条件 要考虑第二条件 就比较麻烦 就是我们需要计算的限制 需要计算差额 需要计算的 以公营价值的比值 那么这个限制的差额 它主要是因为运输成本呢 所导致的 那么这个运输成本 相比较公营价值来说 它实际上是不重大的 或者说这个差额是不重大的 那差额不重大 实际上就不符合了 我们所讲的不满足条件二 既不满足条件一 也不满足条件二 交换93号期 它是不具有的商业实质 那这里边是有一个隐含的 当然也是比较重要的质量 那如果一项交易 不具有商业实质 是不能确计收入的 防止呢 反复转让 以虚增收入 这一个非常的重要的质量 这要求呢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主要为什么老师判断 什么具有商业实质 或者是不具有的商业实质的判断 因为不具有商业实质呢 是不能确计收入的 那么针对刚才呢 我们所讲说的是 关于合同要件里边的第二个识别 识别合同是否具有商业实质 好我们再说一下 关于合同要件里边的第三个识别 我们需要识别 预期有钱收取的对价 那么它的可回收期 那么在进行回收的时候呢 要在进行识别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呢 几个比较重要的关键点 首先是要估计呢 有钱收取的对价金额 到底是多少 那么在估计有钱收取对价金额的时候呢 应当考虑向客户提供的价格指导 或者是价格指导 而且有钱收取的对价金额 可能会低于呢 合同的对价 比如说 合同标价呢 是100万元 按照呢 以往的商业惯例 那么这个企业呢 都会给予客户呢 比如说八折的优惠 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呢 那实际上收取的 有钱对价就多少 就80万 所以呢 这个有钱收取的对价呢 可能会低于呢 合同的标价 关于评价 这个评估对价 它的可回收期 就是对价的可回收期的时候 要注意 我们是仅考虑了客户的性风险 就是关于呢 仅考虑客户到期时 这个支付对价的 那么它的能力 还有呢 益用 那有同学说 那我估计 有钱收取的对价金额的时候 要不要考虑客户的性风险 实际上 我们在讲述算一讲 算一讲的时候 已经提示你了 那么在估计 有钱收取对价金额的时候 我们是不考虑了 客户的性风险的 只有在估计 可回收性的时候 我们才需要考虑了 客户的性风险 那么这些内容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 它会影响了 关于交易价格的 确定问题 那什么叫很可能呢 那很可能呢 它的概率期间呢 上线就是大于50% 小于等于95% 那这一点呢 实际上我们在讲述的 货友项准则的时候呢 也提示过 好 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教材的 第17章的第一个案例 当然这个案例呢 主要讲的是关于识别 预期有钱收取对价的 可回收性 讲房地产开发公司呢 是与公司的签订合同 向其销售一栋建筑物 因为甲公司本来就是从事呢 房地产开发的 所以呢 销售的建筑物呢 自然是属于甲公司 日常活动的产出 那就是你公司呢 主要就是我们所讲的客户了 然后合同的价款呢 是100万元 那么这个建筑物的成备呢 只有60万元 那以公司呢 在合同开始 即取得该建筑物的控制权 那以公司在合同开始日 就是客户取得商品控制权 那企业一定能却收入吗 那不一定的 我们还需要考虑 他有没有同时满足 刚才我们讲的 五个合同要件 而以公司在合同开始日呢 是支付了5%的保证金 5%的保证金呢 就是5万元 就是100万呢 并就剩余的 5%的加款呢 是与甲公司签订了 不付追索权的 长期融资协议 那什么叫 不付追索权的 长期融资协议呢 实际上呢 那个 也是做了一个解释 就是说 如果以公司违约的情况下 那么甲公司呢 是可以重新拥有这个建筑物 那么即使收回了建筑物 不能涵盖的 所欠款项的总额 那么甲公司 它也不能向以公司呢 索取进一步的赔偿 那么以公司是计划呢 在这个建筑物内呢 开始一家餐馆 并以餐馆的收益呢 来偿还了甲公司 就是偿还了甲公司的欠款 但是呢 在该建筑物所在地区 第一 餐饮行业呢 是面临激烈的建筑 第二 那么以公司呢 是缺乏了餐饮行业的 这个相关的经营经验 而且资料里面呢 也提示你了 以公司呢 它紧就该餐馆的收益 来偿还呢 所欠甲公司的欠款 而且呢 双方还签订了一个 不负追索权的 长期融资协议 好 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了 具体的分析 那首先第一点 以公司呢 是计划以餐馆 所产生收益的 来偿还呢 甲公司的欠款 但是这个欠款的余额呢 是比较大的 一共呢 是95万 而且以公司呢 它是缺乏 可以用来偿还 欠款的 其他经济资源 因它紧就餐馆的收益 来偿还 所欠 甲公司的款项 而且这个欠款呢 它也不付了 追索权 那如果说 以公司违约的情况下 甲公司是可以 重新拥有了 这个建筑物的 但是呢 根据合同的规定 那即使收回了建筑物 不能涵盖的 所欠款项的总额 那么甲公司也不能向 以公司的进行相当赔偿 这对上述资料的进一步分析 那么中上所述 那么甲公司对以公司 还款能力 还有呢 还款的意图呢 是存在疑虑的 然后甲公司认为 说该合同是不满足的 合同价款 很可能收回的条件 也有说它不满足 关于合同要件里面的 第五个条件 又说所以甲公司 预期有权收取的 对上金额 不是很可能收回 不满足可能要件 那即使客户取得 商品空中权 那么甲公司呢 也是不能全收入的 所以甲公司 应当将收到了 这个五万元呢 它是确认为了 一项负债 所以考试的时候 特别是关于 主观题里面 它可能会明确的提示你 比如说甲公司 认为怎么怎么样 就提示你了 甲公司认为 比如该合同不满足 合同价款 很可能收回的条件 那如果不需要 你进行判断情况下 它会在资料里面 有这样的表述 上面呢 实际上 可能就没有了 它就直接的告诉你 甲公司 经过评估后认为 该合同不满足 合同价款 很可能收回的条件 问一下说 这个甲公司 收到这个五万元 应该怎么进行 快据处理 应当是要确认为呢 一下负债的 不能确认为收入 为什么不能确认收入 原因刚才已经说了 随着里面呢 就不再重复了 好 下面呢 关于呢 这个识别 预期有权收取对价的 可回收信 我们看一下 另外一个案例 那么这个案例的来源呢 指结果准则 第十四号准则 应用指南 A公司呢 向国外B公司呢 销售一批商品 可能标价的是 一百万元 在此之前呢 A公司从没有向 B公司所在国家的 其他客户呢 进行过销售 B公司所在国家 正在经历 严重的进行亏难 A公司预计呢 不能从B公司收回 全户的对象金额 而仅能收回呢 六十万元 尽管如此 A公司预计呢 B公司所在国的 经济情况 将在未来 两至三年内好转 而且A公司 与B公司之间 建立的良好关系 将有助于 其在该国拓展的 其他价值客户 我们看一下呢 相关的分析 那么根据呢 B公司所在国家的 经济情况 以及A公司的销售战略 A公司认为 那么在考试的时候呢 可能会在资料里面 就直接告诉你呢 A公司认为 怎么怎么样 说A公司认为呢 其实像B公司 提供的是一个价格值 提供一个价格值 而且A公司呢 它是能够接受 B公司呢 支付低于呢 合同对价的经过 也就是说 它能够接受了 这个六十万元 而且估计呢 这个六十万元呢 是很可能收回的 所以呢 首先根据的所给的相关资料 那么合同标价呢 是一百万元 但是A公司认为 其将向B公司提供的 价格值 A公司能够接受 B公司呢 低于呢 合同价格的金额 六十万元 所以呢 合同标价呢 是一百万 但是又给予呢 价格值得了四十万元 所以呢 预期有权收取的 对价金额 这种上市六十 那么对于这个 预期有权收取的 对价金额六十 我对于作为假公司来说 需要评估呢 这个六十万的 可回收信 而不是评估 一百万的可回收信 那么A公司认为 他估计了 说这个很可能收回呢 这个对价 很可能 那经过评估或认为 关于有权收取的 这个对价金额六十万元 是很可能收回 那经过评估或认为 是很可能收回 那好 这个六十万元 就作为交易价格 随后呢 就按照六十万了 那先收回就可以 所以呢 所以中的结论是 A公司认为呢 该合同满足 有钱取得对价的 很可能收回的奖金 那么这一题 它的出题点是 A公司确定的交易价格 那到底是 一百万呢 还是六十万呢 是它的出题点 所以呢 A公司确定的交易价格呢 我们可以看是多少 是六十万元 不是呢 合同的标准 这个交易价格 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 预期有钱收取的 对价金额 我们需要识别的是 或者这个有钱收取的 对价金额 是否很可能收回 而不是评估一百万 是否可以收回 所以一些相关的概念呢 好像讲清楚 合同标价 预期有钱收取的 对价金额 下面我们再说一下呢 关于在进行识别 这个合同对价的 可收回性的时候呢 还需要考虑一些 比较特殊的情况 比如说 评估的合同组合 那么它的可回收起 那什么叫合同组合呢 只是一组类似的合同 特别是针对 比如说呢 批发生 那么批发生可能说 它每天都是 重复做一些呢 就是根据的类似合同 来发出一些 相关的商品 那如果说针对每一费合同 那么批发商都需要来识别 这个有钱收取的 对价金额是否 很可能收回 当然按照规定呢 是可以这样来做 但是它会导致呢 这个快成本 实在是太高了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 可以呢 进行合同组合的评估 那么在进行评估过程中 如果评估每一费合同时 都认为 这个合同对价呢 就均可能收回 但是呢 根据一往的历史经验 那么对于合同组合 预计呢 全付对价呢 可能是无法呢 全部收回 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 又该怎么进行 宽利处理呢 那么主要则呢 也是给出相关 宽利处理的规定 就是说 针对呢 上述情形 就评估每一份合同 这个预期 有钱收取对价金额 都可以收回来 但是呢 如果是根据历史经验 那么这个合同组合 预计呢 可能全付对价呢 是可能无法求是收回的 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呢 应当是要认为 这些合同 这些合同就是说 我们所讲的合同组合 那么它实际上是满足的 因为像客户找的商品 而有钱收取的对价金额 怎么样 是满足可能收回的 并以此为基础呢 来确定呢 交易占购 而且应当考虑呢 这些合同下 确认的合同资产 或者是应收款项呢 是否发生减值 那就是针对呢 无法收回的部分 那可能是要具体的 相关的信用减值损失的 那么下面呢 我们简单的举这么一个案例 那么甲公司呢 是一家批发社 它是存在了大量的客户的 然后通过大量类似合同 是批发销售的参加金 当期合同价款合计呢 一共是 就是当期所有的合同 加在一起一共是100万 而且甲公司呢 是不存在的剩余的 利润义务的 就它满足了受券强欠的 然后甲公司认为呢 很可能 从每一位客户里边呢 是收回款项 因为甲公司 它是对任何一个客户 它是不提供 任何的价格折扬的 所以甲公司认为 很可能从每位客户呢 是收回款项的 但是过往的经验 能够呢 这个逛金是能够反映预期的 表明 它仅能收回呢 合同总价款呢 95% 就是作为甲公司 它针对每一份合同 它是不提供 任何的价格折扬 它认为呢 针对每一份合同 预计有权收取的 这项金额 都是可以收回来的 但是呢 以往的经验呢 又告诉他 那么针对这些合同组合 可能是有5% 是收不回来的 就是有5万块钱 是收不回来的 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 作为甲公司来说 当期应该 确认多少交易价格呢 或者当期应该 确认多少收呢 那到底是100万 而95万呢 那刚才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次的规定 应当认为这些合同 是满足 因为向客户转让商品 有钱收有这样的金额呢 很可能收回 所以呢 对甲公司 当期确议收的时候 应当是要确认呢 100万的收入 那么针对呢 5万的差额 这一部分 你可以呢 提提相应的 比如说预计的 这个信用钱的损失 那么刚才呢 我们主要讲的是 关于合同要件 五个要件里边的 三个识别 识别呢 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 识别合同 是否具有商业实质 识别呢 预计有钱收取的 这样的金额 是否可以回收 好 我们再看一下呢 第四个问题 为满足条件的合同 那有的人说 什么叫为满足条件 就是没有满足 刚才我们讲的 五个合同要件 那就说没有满足 合同要件的合同 但是取得了对价 又该怎么进行 跨市处理呢 那实际上刚才呢 我们在简述教材 实际上一这个 立即的手段 实际上已经告诉你了 没有满足合同要件 但是呢 企业他已经取得了 什么五万块钱的保证金嘛 所以呢 是要确认一下负债 那这里面呢 我们先给周关羽呢 该种情侣下 那么跨地处理的 一个基本的规定 那就说 为满足条件的合同 已经取得对价 这是我们讲的情侣条件 那如果说 补债负用呢 向客户转让商品的 生予义务 就是企业 补债负用义务 而且呢 已向客户呢 收取对价的 无需退回时 那就说补债呢 有义务 而且呢 已经收取得怎么样 无需呢 进行退回 也就是说 这两个条件 如果同时满足的情况下 那么企业才能降 已经收取对价的 缺位收入 那反之 那如果这两条件 没有同时满足 那么对于呢 已经收取的对价 是要确认为一项负战 当然企业把收取的对价 确认为负战 它的意思就是说 企业呢 在未来需要向客户呢 一转让商品 或者是呢 存在了支付了退款的义务 总之来说呢 确认负战 企业呢 实际上是承担了义务 当然这个义务呢 可能是未来呢 要转让商品 也可能是呢 支付退款 那么企业向客户 收取无需退回的对价 就收取这个对价 是无需退回的 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 这个无需退回的对价 企业是不是就可以 直接确认收入呢 这也不一定的 还是呢 需要同时呢 满足了这些条件 也说企业向客户 收取无需退回的对价 同时满足这些条件 结论是 才能把这一部分 才能给它缺认为呢 缺认为收入 那么第一条件 再已经将该部分对价 所对应的商品 就是该部分对价 所对应的商品的控制权 转移给客户了 而且呢 已经停止向客户的 转让 就停止转让的 额外的商品 然后不再富有呢 辞了一五十 或者是呢 这个合同 它已经终止了 从而来说呢 这些条件 需要彭氏满足 那么企业向客户 收取的无需退回的对价 才可以呢 缺认为收入 所以你不要认为说 这个钱我也收到了 反正这个钱我也不退了 是不是就可以呢 缺认收入 那不一定的 所以呢 它还是有需要的 有一个条件的限制 只有同时满足上路条件 才可以呢 缺认为收入 当然这一部分 你说它是不是可以 直接拎出来 作为客观铁的出力 也是可以的 好 我们再说一下呢 第五个之前 是关于合同的持续评估 那么在合同开始日 就是合同 是不是要进行了 一个持续的评估 就是关于合同要件 要不要进行持续评估 那首先需要在 合同开始日 我们需要识别出来 那么这个合同 它是不是满足 合同的五个要件 那如果这个合同 在合同开始日 它是满足合同要件的 那通常情况下呢 我们不需要对合同的 进行持续评估 除非呢 发生重大变化 所以那准则就说了 那如果在合同开始 这个合同是满足 刚才我们讲的 合同要件的 那么在后续期间呢 我们需要看一下 有没有迹象表明 这个相关事实情况 发生重大变化 那如果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后续期间是无需的 进行重新评估 就是要重新评估一下 就是是否在满足呢 就是合同的要件 那反过来 那如果后续期间 有迹象表明 相关的事实和情况呢 它发生重大变化了 那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 当然需要呢 进行持续评估 这是关于呢 合同是否进行 合同持续评估 主要是评估呢 合同是否满足呢 合同的五个要件 那刚才呢 会释了一个名词 叫合同开始日 那合同开始日 指的是关于呢 合同生效日 就是关于呢 合同开始赋予 合同各方具有法律 约束力的权力呢 和义务的日期 那么这个概念呢 你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你背送了 这个就没必要了 好 下面呢 我们简单举一个案例 关于呢 合同的持续评估 主要是关于呢 合同要件 是否满足的 一个持续评估 是这个意思 那么企业与客户呢 签订了一份合同 那么在合同开始日 然后企业认为呢 这个合同 它是满足 本准则第五条 规定的五项条件的 合同开始日呢 还是满足的 但是呢 在后续期间 因为客户的信用风险 的嫌疏升高 那么企业呢 就需要评估 未来向客户转让了什么 转让剩余商品 有钱收取最佳呢 是否肯定的收费 那么经过评估后认为 如果不能满足 很可能收费的条件 就是我们讲的 预计有钱收的这一项 它的可回收性 那如果不能满足 可回收条件 那就是说 没有同时满足 合同的五个要件 那么这个合同 自此开始 那不再满足呢 本准则第五条规定的 相关条件 那应当呢 停止券收入的 那什么时候 才开始券收入呢 并且只有当 后续合同要件 再度满足时 或者是企业呢 不再赋予向客户 转让商品的生意义务 而且呢 你向客户收取的对价呢 无需投入时 那才能将 已经收取的对价呢 却认为收入 但这里面呢 也需要注意的是 不应当调整 在此之前呢 已经确认收入 那就说 你不需要的 进行追溯条 那么针对合同的 持续评估 那么下面呢 我看教材 所给出这么一个案例 假公司和乙公司呢 是签订合同 将影响专利技术呢 授权给乙公司使用 并按照其使用情况 来收取退员使用费 假公司评估后认为 那么在合同开始日 该费合同呢 它常是满足收的 确认条件的 五条件 该专利技术呢 在合同开始日 即授权给乙公司使用 那么在第一年内 乙公司每一季度呢 实际上假公司提供 该专利技术的 使用情况办法 并在约定的期间内呢 支付退员使用费 就是第一年呢 还是能够顺身利利的 来支付呢 相关的价款 但是呢 在第二年内 乙公司它还是继续使用了 这个装填技术 但是乙公司的 财务状况是下降的 然后融资能力呢 也是下降的 可用现金的不足 因此呢 乙公司呢 仅按合同支付了 当年一季度的 退员使用费 而后三个季度呢 它仅仅是 按照名义金额呢 来进行付款 当然按照名义金额 来进行付款呢 这个支付的金额呢 就非常少 那么在第三年 乙公司继续使用呢 甲公司的专业技术 但是 甲公司等于乙公司呢 已经完全丧失了 融资能力 而且流失了大部分客户 因此呢 甲公司的付款能力呢 进行不合法 吸引风险呢 显著收益高 我们看一下呢 关于了相应的分析 那么该合同 在合同开始日呢 它是满足收入 缺引钱的条件 所以呢 这个甲公司呢 在与公司使用 该专利技术的行为发生时 那么就按照约定的 退员使用费呢 换钱收入 就第一年呢 还是可以呢 换钱收入 那么在第二年 由于以公司的 信用风险升高 甲公司确认收的同时 需要按照呢 金融资能减值 相关的规定呢 对应收款项呢 进行相关减值设施 那么在第三年 由于公司的 财务创工的话 信用风险协助升高 然后甲公司呢 对该合同呢 进行了重新评估 评估后认为 说企业呢 向客户转上商品 有钱收取的地下 这一 很可能收回 这一条件呢 这个条件不再满足 那如果这一条件 不再满足的情况下 就是没有同时满足 合同的五个要件 所以呢 甲公司它就不再确认呢 特别使用费收入 那同时呢 还需要对现有的 应收款项 要进行呢 相应的检测试 这是我们教材呢 所举的这么一个例子 通过这个图示呢 可能看得更为直观一些 但是说 作为一家公司的 因为在合同开始呢 这个签订的合同呢 是满足的合同要件 所以呢 会第一年呢 会缺业收入 当然如果说第一年 会形成一个 应收帐篷的情况下 因为我们现在采用的是 预期信用损失法 实际上第一年 也是要进行 相当检测试的 那么第二年呢 依然认为呢 是满足的合同要件 也涉及到了 说有缺业问题 当然也会涉及到的 关于呢 检测试的问题 那第三年 不再满足呢 合同要件里面的 第五要件 那就说 预期有些人收取的 对象金额 不是很可能收回 所以呢 不再满足第五要件 那不满足 说了缺业条件 说了缺业条件 自然是不能呢 劝收入 当然依然还需要呢 对已经存在的 应收款项呢 要进行相当检测试 我们再说一下呢 第六个问题 是关于呢 合同合并 那所谓合同合并呢 从名 从字面上来解释呢 就是说把多费合同的 合并为一费合同的 来进行快利处理 那么这一点呢 也是遵循了 实质的 终于形式的原则 那能否把多费合同 合并为一费合同 来进行快利处理 它实际上也是有 前提条件的 这呢 就是我们讲的 关于呢 前提条件 那么前提条件呢 实际上是 包括了两项内容 那么第一项内容呢 就是我们讲的 对象的问题 那么这个对象呢 仅适用于什么 统一客户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讲的 时间上的要求 那时间上的要求呢 一定是同时定例 或者是在相近的时间内 相近的时间 先后定例 这是我们讲的 关于呢 对象有要求 一定是以同一客户 时间上也有要求 一定是相同 或相近的时间内 那如果没有满足 这个条件 那就不能把多费合同 作为已费合同的 来进行快利处理 那分别呢 作为单独合同的 进行快利处理 这话应该很容易理解 那如果满足 刚才我们所讲条件的 它是以同一个户 然后在相当 或相近的时间内 先后定例都被合同 那如果是满足 前提条件的情况下 我们需要进一步 分析判断 是否满足 下列条件之一 那如果满足了 这三个条件里面的 任何一个条件 那就是说 应当把多费合同呢 是要合并为 以费合同的 还进行快利处理 那如果这三个条件呢 没有一个条件满足的 那依然还是呢 分别作为单独合同 分别来进行快利处理 并当把多费合同 合并和以费合同呢 来进行快利处理 那这里面呢 我们还是有必要的 提示一下 即使你把多费合同 合并为以费合同呢 来进行快利处理 我们仍然呢 需要区分 那么这个合同里面 到底有几个 代表的一国 那到底有几项 代表的一国 是我们下一步走 需要解决的问题 就识别合同中的 代表的原因 好 下面我们先说一下 第一个条件 是要基于呢 统一商业目的 而定立并构成的 一两个交易 那么需要满足的 第二个条件就是 该两费或多费合同中的 一费合同对价金额 取决于呢 其他合同的定价 或者是领域情况 那么针对的 第三个条件呢 就非常重要的 就是两费合同 为合同中 所承诺的商品 是构成的 单向旅游义务 那实际上是否 构成单向旅游义务 它实际上 也是存在了 识别的问题 而这个识别 会涉及到的 发文型里面的这样子 这是我们讲的 关于合同合并 前提条件 需要满足 三个条件里面的 任何一个条件 都可以呢 把两费或多费合同 合并为了一费合同的 来进行矿力处理 但是呢 有些内容呢 在进行识别判断的时候 可能会涉及到的 发文型里面的 其他的一些相关内容 好 下面呢 我们看这么一个案例 就是关于合同合并 是基于呢 同意商业目的 那么假公司呢 是做一家房企 那客这个购房者呢 自然就是假公司的客户 然后双方呢 是签订了两费合同 一费呢 就是关于商品房销售合同 另外一费呢 就是物业管理合同 而这个物业管理合同 一定要注意呢 它是两年免费 你千万别被 这个免费两字呢 给你绕晕了 所以呢 是在同一时间节点 签订了两份合同 商品房销售合同 还有呢 物业管理合同 说这个物业管理合同 为什么会提供 两年的免费物业管理服务呢 那目的是为了什么 因为任何一项交易呢 对付它的一个最终目的性 实际上呢 我们就有双家思考都知道 关于假公司所提供的 两年物业的免费 免费管理服务 它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目的是为了受访 所以你签订 商品房销售合同 也是为了受访 两年的物业免费管理服务 也是为了受访 所以它是基于呢 同一商业目的 那如果是基于同一商业目的 那么所签订的两费合同 多费合同应当是要给它合并为呢 一费合同的 还经货币处理 因为它实际上只有一个商业目的 就是出售的楼房 好我们再说一下呢 关于的第二个 就是两费和多费合同中 所承诺的商品呢 构成了这个 单向的旅游义务 那A公司呢 是作为一家的软件企业 B公司呢 是其客户 然后双方呢 是签订了两费合同 一费合同呢 是授予软件特取金权 那么第二费合同 是在三天后之内呢 所签订的 这个也算是呢 关于在相近的时间内呢 所订立的 那么关于很多二大主要内容是 为该授权软件 在B公司的IT环境中的运行 提供的是一个定制服务 而且仅当定制服务完成之后 那你这个B公司呢 才能使用该软件 像刚才呢 我们也提到了 关于是否构成单向旅游义务 它是属于呢 我们讲的话 模型里面的第二 那有什么叫单向旅游义务 实际上就是 企业呢 向客户所转让的 就是可以呢 明确区分的商品的程度 那这里面实际上是存在着 一个可明确区分的 一个识别问题 那这里面呢 我们先简单的 就是把这个业务呢 注意它的要点 实际上就可以了 这是两费合同 同时订立的 基于呢 同一的交易对手方 就基于呢 同一客户 那么针对合同二 因为它是一个定制服务 因为定制完成之后呢 这个软件呢 B公司才能进行使用 所以呢 根据呢 无法模型里面的第二 那也就是说 合同二和合同一呢 它实际上是构成的 一项的单向旅游义务 那既然是构成 一项单向旅游义务 我自然需要呢 把这两份合同 给它合并为 一份合同的 反进化去处理 2021年的综合的部分 实际上也有涉及到的 关于合同合并的一些个问题 当然这个合同合并呢 实际上并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它主要采用的是 刚才我们讲的条件 一里边的第三个条件 因为刚才呢 我们所提到的 就是这两两费货都为合同 所承诺的商品 构成的单向旅游义务 那主要是涉及到的 关于单向旅游义务呢 它的一个识别问题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2021年的 综合的部分 涉及到合同合并的部分 我们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 当然有关解析的部分呢 可以在各项的 仅仅参考 2019年至2020年 那么假公司的 有关交易事项呢 是如下的 我们看一下呢 当然我们这个综合体呢 我们是集选自 其中的一部分资料 仅就呢 与合同合并呢 相关的资料 然后还有简单 其他项目内容 那么按照 丙公司的 经营占电的架 这个丙公司呢 准备采购了 一台大型机械设备 为此呢 丙公司通过招标 甲公司中标 然后承接了 丙公司这个项目 澳门19年的 10月30日 甲公司的丙公司呢 是签订了 第一份合同 那就是大型机械设备 采购合同 然后合同约定了 甲公司呢 作为丙公司通过 一台大型机械设备 并提供安装 而且呢 这个安装呢 比较复杂 安装复杂 而且是只能由 甲公司的来进提供 然后合同价格呢 是一亿五千万 那甲公司应当于 2020年的 9月30日之前呢 来进行交货 那么根据呢 刚才呢 我们对资料阅读 那么针对呢 第一份合同 它实际上是有两个承诺 第一个呢 就是销售设备 那么第二呢 是要提供一个安装服务 那么这两份 这两项承诺 它实际上是构成了 一项的单项约义务 因为安装 是比较复杂 只有呢 甲公司呢 才能进行了 相应的提供 那么19年的 10月5日 然后甲公司和丙公司呢 又签订了第二份合同 又签订一份合同 那么甲公司呢 为丙公司建造的 大型机械设备 那么在交付给丙公司之后 那么需要呢 对大型机械设备呢 进行重大修改 所以第二份合同 你可以把它理解 是一个重大修改合同 就是说 针对第一份合同里边 所交付的这个大型 机械设备 要进行重大的修改 那如果是一个 重大修改的情况下 那么这两份合同呢 是要合并为呢 一份合同 因为这两份合同 它实际上是构成的 单项约义务 那有听说 你怎么知道这两份合同 是构成单项约义务 这就是我们后面要讲到的 第二步做的 因为第二份合同呢 需要对第一份合同 进行一个重大的修改 以实现的一笔公司 现有若干设备的一个整合 所以呢 如果是存在的重大的修改 或者是定制的情况下 实际上 它是不可能明确区分的 那不可明确区分的情况下呢 应该是要作为呢 一项单项约义务 那你两份合同 作为一项单项约义务 那自然需要呢 把这个合同呢 要进行合并 2019年的11月10号 那么甲公司和丙公司呢 又签订了第三份合同 叫服务合同 约定了 所以甲公司呢 在未来三年内 为丙公司呢 上述设备进行维护 实际上是这个 维护服务合同 然后价款呢 是800万元 甲公司呢 为其他公司提供 类似服务的合同价格 与该合同确定的 价格是相同等 那么关于设备 及其安装 消改整合工作 按照合同约定的 实验内完成 那丙公司检验合格 并与2毛0年的121号 投入到生产中使用 那么问题是 根据呢 资料2来判断 甲公司与丙公司 分别签订了 这三份合同 是否应当合并 并生的理由 那实际上呢 刚才呢 我们对资料 也做了一个简单的阅读 那你说甲公司 实际上是与客户呢 就是丙公司 实际上是签订了 三份合同 那么相对 就是关于的 低费合同里面 它是有两个承诺 那么这两个承诺呢 一定要注意 是作为呢 以下呢 短下对于义务 因为这个安装呢 是比较复杂 只有甲公司呢 才能够完成 那么正在第二份合同 就是我们讲的 关于设备修改合同 那么设备修改合同 意思就是说 对这个大型机械设备呢 要进行一个重大修改 那既然该合同 需要对低费合同 进行一个重大的修改 那重大修改呢 也是要作为一项单项女约义务 所以呢 两份合同 作为一项单项女约义务 当然需要把两份合同 要进行的相当合并 那么针对 这是刚才那种所讲的 就是把两个两份合同 合并和一份合同的 还进行矿力处理 当然针对第三份合同 就是关于设备 维护服务合同 那么它是不满足呢 合同合并的条件 应当单独呢 作为一份合同的 还进行矿力处理 那么把两份合同 合并为呢 一份合同 那实际上 这个2021年的综合题呢 实际上还有一些 其他的问题 说这一份合同里面 有几项单项女约义务 又随到了 关于无法文明 无法文明里面的第二步 这个等到的 我们下一刻呢 这个讲解 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先给出答案 就是合并为一份合同 那实际上 该份合同呢 它只包含 以下的单项女约义务 那为什么 因为第二项承诺 安装服务呢 比较复杂 仅有呢 假公司呢 才能 才能进行安装 所以呢 它实际上 它和第一个承诺里边的 交付设备 实际上是 构成的 一项单项女约义务 或者说呢 它们之间呢 是不可能 明确区分的 那么关于承诺三 是修改合同 修改也是对设备的 一个重大修改 那如果是存在 重大修改的情况下 它实际上也是 不可能明确区分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把两份合同 合并为一份合同 而三者怎样呢 是不可明确区分的 那不可明确区分的情况下 实际上 这份合同只包含 以下的单项女约义务 就是关于呢 刚才呢 我们对于这个 综合题部分呢 所做一个答案 就是一个参考答案 就是甲公司 一品公司呢 签订了设备 销售合同 设备的重大修改 服务合同 是要合并为呢 一份合同 而进行跨离处理 那么关于甲公司 一品公司 签订的设备 维护服务合同 是要单独作为呢 一份合同 而进行跨离处理 那么理由这一部份呢 刚才我们也讲了 在课下呢 我们要求 有些内容呢 是需要进行被送的 那就说满足下来条件之一 应当合并为 一份合同的 还进行跨离处理 当然就我们这里来说 主要是涉及到 第三个条件 就是两份或多份合同 所承诺的商品 是要构成的 单项女约义务 所以呢 这些相关的解析 在课下呢 参考一下就可以了 当然刚才呢 我们碰到了 关于合同合并 特别是第三个条件呢 它实际上又和 无法模型里边的 第二步的呢 又紧密的结合到一起 那对于刚才呢 我们所讲解 是关于呢 无法模型里面的第一步 识别呢 与客户定例的合同 有些支点呢 是非常的重要 那比如说 关于合同要件的识别 包括了五个条件 三个识别 识别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 识别是否具有商业实质 识别预计有权 收取的第二个金额 是否具有可回收器 这个是我们这一讲里面的 非常重要的支点 那么还一个比较重要的支点 就刚才我们所提到 叫合同合并 那合同合并呢 因为在2021年呢 主要是考了综合题 所以呢 这个综合题呢 又有点内容 又会涉及到的话 模型里边的 第二步走 所以呢 稍微呢 有一点难度 所以像刚才我们讲的 这个2021年的真题 那么这个解析的部分呢 在课下呢 需要你好好的看一下 那么本讲内容呢 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